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摄影师洪峰 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 这段时间因为疫情的特殊原因 没法外出拍摄素材 所以一直没有更新 对不起大家啦 为了给国家的疫情防控做贡献 大家记得外出一定要戴口罩 然后尽量减少外出的机会 虽说这段时间没有外出拍摄 但是还是有一些之前的干货内容 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这些都是我多年来 从事摄影工作的一些 积累的一些经验 接下来的内容会很干 让我喝口水去解下渴 今天给大家分享 10个人像拍摄的技巧 等你学会了这10个技巧 等疫情结束之后 大家就可以拍上用场去念手了 好话不多说 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吧 第一个就是要记得填满画面 当我们拍摄干净的背景人像的时候 不要留大量的头部空间 我发现很多人像出现者 都会在人物的头部 留下很多空白的空间 我刚开始学习摄影那会儿 也会这样做 这个情况很普遍 首先大量留白不说你的构图好不好看 通常情况下这种构图也不适合目前大众的审美 而且你浪费了大量的相机有效像素 我这里有几个自己拍摄的对比图 大家可以看出有明显的区别对比 好第二点就是要注意眼神光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眼神是吸引人注意力的关键因素 通常看照片第一眼看到这个人的眼睛 好的人像照片通常眼神里面要有故事 我们拍摄人像的时候 要时刻注意人物的眼神里面是否有眼神光 没有眼神光的话 我们可以找反光板反射太阳光 或者用闪光灯来制造眼神光 在摄影棚里面 这个就相对简单多了 我们可以用灯光放在人物的前方 来制造一个眼神光 然后第三点就是要注意眼睛的白眼球 这个对观众的感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当你拍摄人像的时候 你要特别留意人物的眼睛看哪里 有些人拍照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害羞 回看镜头 他们往往会把目光和脸转到另外一边 这样会导致眼睛大部分的白眼球会露出来 这样给人的观感不是很好 有两种解决的办法 第一个就是让他们眼睛看着鼻子的方向 让黑眼球处于正中间的位置 然后第二个方法就是让他们的视线转向相机 直接看相机即可 然后第四点就是注意光线的时间 既好坏 拍摄人像最好的时间段是日出 或者是日落前的一个小时的黄昏光线 正午的光线一是因为阳光光线的位置是顶光 人物面部会有很强烈的阴影 会显得很难看 然后一个就是正我的光线太强 往往人物的眼神会睁不开 其他时间段的光线要么太平了 不是不可以拍 就是很难拍摄出好片 然后第二个小点就是光线的好坏 摄影师拍摄人像照片不一定是要挑环境和场景 到达一个场景之后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找光 即使场景不怎么样 只要现场光线很好 一样的可以出好片 甚至要具有画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记住一点 光线比场景更重要 不然好的场景也是白搭 然后第五点就是要把人放在画面中最亮的地方 当我们在拍摄了环境人像的时候 记得找到场景中或者是构头中最亮的区域 然后把人物主体放在最亮的区域 其他部分这样自然而然就会相对暗一些 这样我们第一眼自然而然就会看比较亮的区域 也就是人物主体的部分 这样的话会比较突出主体一点 然后第六点就是制造动感 因为摄影师定格 平时摄影我们都是定格一个完美的瞬间 让照片看上去足够的清晰锐化 但是有些时候 让照片具有动感 是一个加分不少的选项 拍摄这样的照片 你需要降低快门速度 然后让拍摄对象尽量不要动 找到有动静结合的场景 这样人物周围的动态的物体 就会产生一个虚影 这样就能拍摄出虚实对比的动态感照片 然后第七点就是引导式拍摄 当我们预先知道心中想要拍摄的画面的时候 为了让被拍对象看上去很自然 我们可以尝试抓拍它不经意间的一个瞬间 注意抓拍并不是说猛着恋爱快门 而是为了预想中想要达到那个效果 而创造一个连贯的一个肢体动作 再去抓拍 抓拍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些引导性的命令 然后刺激拍摄 比如提前讲一个冷笑话 或者让模特去做一系列的连贯动作等等 然后你把握时机 然后连拍 然后第八点就是多使用逆光拍摄 逆光拍摄能够在人物周围产生比较强力的轮廓光 可以很强烈的勾勒人物的线条 然后人物的发丝也会凸显出来 如果是金色的夕阳的话 头发能形成金边 同时逆光也会使人物看上去更加立体感 同时也能形成一个很梦幻的一个氛围 逆光能为你的照片 可是加分不少 当你上手拍摄很久之后 你会慢慢的发现你会喜欢上逆光拍摄的 然后第九点就是用灯光来制造反差 我们可以用闪光灯来作为补光 或者是作为主光 当环境光很平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闪光灯来作为主光 压暗背景来人造光影 制造反差 让人物更加富有立体感 如果我们不想一味的拍摄小星星的照片的话 我们可以用灯光来制造光影 制造阴影来增加画面的影调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油画照片 因为油画照片当中很少有高光 都是偏暗一点的 中间调到阴影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这种低调的照片我觉得可以更加来看一点 然后第十点就是多角度拍摄多拍特写 拍摄一组人像的时候 多角度拍摄才能让画面看上去更加丰富 拍摄一些情绪的特写 可以让照片更加具有吸引力 这往往也是区分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塑造你自己的个人风格 好 以上十个人像技巧 会让你更好的拍出人像作品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关注我的频道哦 同时不忘了点赞收藏加投币哦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